今天3月2號是老委會公布的同酬日 因為根據調查發現 去年女性的平均時薪比男性少了一成六 等於女性要比男性多上班61天才能夠追憑薪資 而從元旦算到今天3月2號 剛好是61天 所以今天是同酬日 生活上大家都強調男女平等 職場上男女真的平等嗎 對 刻板印象 對 還是會根深蒂固 男生能力比較強 對 或者是說女孩子結婚以後 要家庭各方面的東西都會有影響 薪資上是還好 但是就是工作被肯定度上面會有不同感受 對 因為分配就分配的比較不均啦 有些上班族女性還是明顯感受到 不管是交付重要任務或是升遷 男性都比女性占優勢 而老委會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的資料 也算出女性去年平均薪資比男性少一成六 等於女性要比男性多上班61天 兩性之間的性別的薪資的差距 從去年的百分之十七點三 那降到今年的百分之十六點六 那麼這個數據呢 我們換算出來就是 女性呢在工作上要多比男性多了61天 從元旦到3月2號剛好61天 因此3月2號被老委會定為今年的同酬日 而我國去年同酬日是3月5號 老委會表示今年已經比去年進步四天 有上班族女性也認為自己沒有感受到不平等 我們公司男女的比例差不多啊 然後但是女生的薪資其實也都跟男生差不多 同酬日是國際職業婦女協會 在1988年發起了運動 藉此來呼籲社會要重視女性薪資歧視問題 老委會也表示臺灣比日本韓國美國都進步 不過還是有繼續努力的空間 記者綜合報導